不起眼的食物照片 透過AI妝點 變身成為外送平台上常見的宣傳美照 新創公司創辦人Hanny 一邊和我們姐說 一邊和團隊工程師線上溝通 一邊也忙著整理累積的收發文件 因為這是她一個月來第一次進到辦公室 回到熟悉的座位 既陌生又懷念 放眼團隊的辦公區 沒有人只剩下電腦和雜物 因為早早就啟動了居家辦公 去年就是疫情剛起來的時候 就已經有Wolf around home一次 那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其實在這一次疫情突然的爆發的時候 其實我們很快就去做一些調整 既然有電腦 就能搞定大部分的營運需求 這也讓Hanny開始思考 即便未來業務量人力增加 有沒有需要離開現在的共享辦公室 而本來有進入新商辦的想法 目前也不再優先順位 以往大家都會覺得說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自己租一個非常豪華 然後裝潢的非常漂亮的一個空間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就是會讓我們繼續想到說 彈性的這件事情可能在未來疫情之後 就是應該是每一個新商公司 都必須必備的一個去思考的一個條件 就怎麼樣去彈性的調整 就是你在這種固定成本上面的支出 部分的人居家上班 部分的人再會移動 而部分的人則進到公司來 這樣子彈性調整的營運模式 過去一年來出現了一個新的名詞 就叫做Hybrid Work 也就是混合式的辦公 國外的調園機構甚至就說 這絕對會是一個新的主流 未來有高達7層的歐美企業 都必須要朝向這樣的模式來走 不過也意味著 實體辦公室的需求 正在改變當中 這也有可能會衝擊到商辦的價值 混合式辦公 意味著沒有天天全員到的必要 來的頻率變少 企業可能要求降價續約 縮減辦公室規模 或尋找更便宜的辦公室 國際信貸平等機構 惠譽就認為 只要企業一週有三天改才遠距 就會讓商辦的估值減半 IMS則估計 商業房產空置率 每上升五個百分點 五年內的預估值 就將下降15% 如果未來還有一些新增公司 它是在相對比較便宜的區域產生 而且可能是一次就二三十萬 的確會讓整個市場都逆轉 那我們說在數位轉型的這個前提之下 這些頂級企業有沒有必要在最貴的區域 租這麼大的利息的辦公室 是為了一個非常大的產占 商辦有沒有必要在租好租買 值得觀察 而當遠距變成新常態 竟然也傳出資安疫情正在蔓延 全球資安大廠Checkpoint最新研究就指出 今年4到5月 亞太區網路攻擊次數增加了53% 其中台灣5月份平均每週被攻擊超過2500次 增加17% 主因就是近期亞太地區 啟動新一波的居家辦公 讓攻擊者有更多安全漏洞可以利用 在遠距工作跟在企業工作 最大的差別就在於說 如果說你現在企業裡面的時候 企業它可以去建立一個安全的環境 企業來說它應該要訂定一些 所謂的遠距工作的一些的指引 連線安全的一些體驗方案 包含在家收發信 通訊軟體到網路使用的安全性等等 在混合辦公的趨勢下 企業的資安思維也必須翻新 TVBS新聞消明症李鼎立 TVBS報導 請大家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